我跟孙小元你不够意思 不能这么办事 你私下你啥都不和我说 我觉得是这样啊 你应该说两句 然后我们导演呢 也上来解释解释 咱们导演组也很为难的 就你们两边 咱们都是你们的娘家 来吧导演 在这呢 你怎么回事 你俩撒谎呢 你快点 给我弄你脑子汗呢 杜叔叔和温阿姨之间的事呢 我特别了解 就他俩的分分合合之后 跟我聊了很多心理话 说真的啊 其实我之前我跟温阿姨说 你可以完全就不理他了 但是杜叔叔 后来我又找杜叔叔 咱们在这儿聊了很长时间 我真觉得你俩特别合适 真的分开的理由 真的都是小事 包括这回杜叔叔 因为这个房子的事 跟我说了很多 但我觉得我也跟他说了 这个事跟你没有关系 他也意识到了 他就是有点这个小脾气 然后这一次呢 他找到我说 我跟他出了很多很多 想要挽回你的方法 然后他当时他说 说在没有你允许的情况下 然后他不敢去登门找你 他属于那种自尊很高的人 所以这回呢 我知道你来 所以我也把他叫来 我说最后一次 然后再给一个机会 如果如果说说 你要是真的不给他机会 他也就 暂时他也就不想再找 有好多 浪费时间你们 不是浪费时间 真的 因为啥 我给你 咱说我给你介绍了 我给杜叔叔也介绍了 但是杜叔叔别人不看 明白吗 就只为你 所以说阿姨 我希望你真的要 这样就是 我觉得男嘉宾也来到 我们的舞台之上了 应该把时间交给你们俩 对 至于最后的结果 能成还是不能成 这个我觉得就是 你让缘分的事了 对 看老天爷的意思 但是争不争取 我觉得作为男人 咱们得先迈出那一步 看看 今天咱们既然带着诚意 带着这个道歉的心来了 甭管怎么说 我不管他7号 这个能不能接受我 但是我今天必须 把我心里话全部说出来 这个咱不留遗憾 我们导演组算是 为你俩尽心尽力了 就即使唠着埋怨 咱也愿意干 就这事咱今天既然来了 别后悔 行不行 叔叔 是 原谅我这次最后一次 行吗 你说你上次就最后 又几回最后了 我真跟你有点够 那天晚上 是 我说完我就后悔 但是那天你也挺倔 不行 我就跟你熟着 因为你不是认为的 所以我就 我最后一次 我就不想跟你俩 就是 最后一次 以后就听你的 什么事听你的 你向这些人保证 你能把公司卡交给我不 今天我都揣来了 揣来马上给我 来 来 跟他兜里的 跟他兜里的 咱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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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快 此时此刻要迅速 把衣服给人家人自己掏 不是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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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步 是吧 交公司卡 拢共分几步 就一步愿意 不是 你交公司卡 你得说出你的诚意 我不是分你这个钱 我辞到 因为啥呢 你这人拿钱特别回重 我要花钱很费劲 你知道吗 我就是他一年 不是 七号 七号姐姐 你最不能容忍他买一点 你当着大伙面说一声 我最不能永远他 拿这玩意当耳机 总是一生气就要走 一生气就要走 所以这回我没留的 我说你赶快走 你既然你有着想法 你就一分钟 我别给他打 关键这事是谁惯的 快点 快点 我惯你吧 我为他 走完回来 你还接受我之前 就是我是你 不是 你说你给这电视一步 你不嫌我难看的 我是走 不是反反复复复的 那你说下回 咋还咋 我觉得这个不是难看不难看 可能男嘉宾 这个杜大哥的意思 就是在电视上 才能显示出我有诚意 我有决心 我肯定要做这个事 我们爱的选择 给你们承诺一下 这一次 我们也是帮我们 男嘉宾最后一次了